7点20分早安气象时间 先提醒观众朋友 今天西半部地区还有金门马祖 在清晨容易受到浓雾或是低运影响 骑车开车或者是要搭乘航班 要留意最新资讯 另外今天天气依旧稳定 但是明天开始有微弱东北季风南下 所以北台湾地区会转为一个稍凉的天气状况 当然水气迎风面也会稍稍增加 但是比较集中在像是东半部地区 还有靠近基隆北海岸一带 另外在大台北的山区 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高的降雨机会 只是在平地呢 也许云量稍微偏多 偶尔飘飘雨 整体来说雨势并不是很大 而新竹以南依旧是多云稻晴的天气状况 今天的降雨部分 同样水气依旧很少 只有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很小范围很零星的飘飘雨 不一定要带到雨伞 可能带着个帽子也是可以的 另外西半部地区维持多云稻晴的天气状况 另外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呢 我们来看看 刚刚提到周六日的时候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迎风面地区水气稍微增加 但是到礼拜一 东北季风减弱之后 很快又会转为一个 比较稳定偏干的天气状况 只剩下东半部很零星的降雨 西半部又恢复多云稻晴 所以大家也想问啦 那么春雨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下周四的地面图 可以发现确实有一个封面系统 在北边已经慢慢建立起来 但是会不会为我们带来降雨 就还要看它离我们的距离 当然如果往南压一点 我们当然就会有受到影响 可是如果它比较偏北的话 也许这个雨势就不是那么多 但是依照目前的观测来看 在下个礼拜天 有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 也许在整个云嘉南 以北地区是有降雨机会的 但因为时间还有点长 所以还要持续的 为观众朋友来进行观测 那么另外来看到的是温度方面 今天持续的还是日夜温差很大 白天是一个比较偏暖热的天气 但是到了入夜之后会有一点转凉 所以说还是可以戴一件比较保暖一点的外套出门 但是周六日东北季风增强之后 北台湾会有感转为一个稍凉的天气 要特别留意两件事情 北台湾在礼拜五高温可能会来到像是26度以上 礼拜六的时候就会降到21到23度 这样一来一往就有比较明显的温差 而且在台北或者是整个北台湾 以及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南北温差也会明显扩大 因此如果这周末您有要往南或者是往北去扫墓的话 要特别留意温度上的变化了 另外周六周日周一的一个温度也帮您做个统整 礼拜六礼拜天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降到24度 但是接着会缓慢的回升 中南部地区影响不大 维持28到30度 有些地方可能还会再更高 至于宜兰地区会降到21、22度 六日会是一个游雨的天气状况 可是到了星期一 各地温度都会再持续回升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 也预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这节目的周末是一个游雨的天气状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